我们最近有个数据就是 我们这一个月帮汉堡王 卖了一万个汉堡 就是通过机器人 虽然数据没那么惊人 但是充分证明一件事 就是这样的服务机器人 是可以真正的 开始有用了 开始有用了 那我另外关心就是说 刚才你说了三种东西 一个比如在餐厅里送餐 对吧 然后第二呢 比如在餐厅门口去招揽进来 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更远点 在这个整个帽里头 把它再拉到这个餐厅里 这几个机器人是需要有 在这种细分场景里 更不一样的产品的设计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还是说其实一种类型都可以 我认为就是一个机器 服务机器人要做好 其实核心不是它长得像人 而是它真的有用 就反过来就这么说 因为我当时四年前 我就想清楚大逻辑 就是说服务业一定要有科技 对吧 人工智能又可以开始使机器 有感知环境和跟你交流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用服务机器人 去在这个市场中 找到一个高速成长的 这么一个赛道是有机会的 但那时候我考察了 基本上市面上 全世界应该说 这些所谓的这些 这个服务机器人的厂商 就当时我认为 这个发现一个问题 就这个行业走错方向了 比如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说日本的软营 Purple机器人 就那个 当时还是很震撼的 很震撼的 大家都觉得很棒 很多人问我对这个意见 我就说它只是在追求向人 就好像你造一架飞机 你飞得像鸟 一定要拍着翅膀才能飞 但机里的核心的使命是飞起来 对吧 不是一定要像鸟 但我们做服务机器人 是真正能去帮助一些服务 提高效率 而不是他一定要掌握一双手 一定要脑袋是个圆的 两个眼睛 所以他整个走错方向以后呢 就是服务机器人 没有考虑他真正商业化的部分 和这个技术如何 和这个需求结合的部分 而只是在追求一个 类人概念的时候 这个行业就一定是走错方向的 所以我当时认为Purple 那个我也去找过 他的这个最初的创始产品经理 他说他要追求一种情感化的配同 我说这事一定搞不定 以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了解 我说人和人之间 都解决不了情感问题 对吧 你让机器去解决情感问题 这条路 这一看就肯定走不通 对吧 我说我要解决工具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设计就是 把技术集成好 把这个语音交互 视觉交互 还有自主导航 都集成在这个产品里 好 当场景真正出现的时候 我们随时可以拆出一块来 去适应这个场景 比如说我们送餐这个机器人 你看他们两个 其实脑袋是一样的 其实底盘也是一样的 就是中间一个是放了屏幕 一个是放了扩架 所以我们中间这款机器人 从我们立项到推出 这个放进餐厅 三个月时间 很快 正式量产大概四个多月 我跟同行讲 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当时觉得不可能 因为你基本的架构是一样的 对 它中间做根据功能做适配 对 取舍 对 这也是我们当初一个逻辑 就是我认为 一定要找到一个可复制 大规模可复制化的产品形态 和技术的整合 这样的话 你在任何场景的时候 适用的时候 不需要为每个产品 单独定制了 我们当时就重视了 底盘的通过能力 和自主导航能力 语音的交互能力 然后基本的支撑 就这种结构的支撑 把这几个重视以后 然后再用软件去适应 每个场景 是通用的硬件 差异化的软件 差异化软件 解决万能的问题 对 这个总结很对 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讲智能手机 它之所以智能 不是它这个买来 就什么都能用 像是装了一个一个的APP 你装了滴滴打车 它才能打车 对吧 装了这个美团APP 才能够这个叫外卖 服务机器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对餐厅 就相当于做了一个餐厅的APP 对商场就做了个商场的APP 每个商场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商场地图 输入进去 把这些餐饮品牌 输入进去 然后用户才可以交互 这样的话 就能快速的去实现在 这些场景里的落地 这也是到今天为止 我看到这个行业 我们和其他机器人公司 最大的不同